你到達後的拍手 你到達後的拍手 謝謝 我幫你拿這 謝謝你送我的 謝謝 我看你感覺真的很漂亮 這是送給我的 這是我的情人送給我的 來這邊 你的情人 就說你已經有情人了 沒有 今天才認識 你會讓很多的粉絲心碎 對 他會不會很失望的 我看到很多碎跌在地上 沒有關係啊 你看滿地都是碎片 OK DANIEL 越來越良才啊 點點掌聲聽一下 唱歌又來越好聽 剛才講我這個我的志願 那你的志願會不會是在情人節今晚 找一個完美的情人呢 不用那麼急 其實可以在適合的年齡的情人節 再找一個情人比較好 不一定那麼急 你今天這沒幾個小時 我覺得比較浪費 OK 什麼叫適合的年齡 這樣我問你 那你覺得這個是你適合的年齡 要找的女朋友嗎 我是不是你適合的 呃 幾人呢 不是 我推了 我通常是幾歲 這樣子 沒有 開玩笑 年齡不是問題 喔 OK 那我想問一下DANIEL 你的擇偶條件 會有幾個擇偶條件 會不會寫下來 寫下來 通常寫是寫不完的 哈哈 沒有 其實很重要我覺得是 跟感覺很重要 有時候我真的沒辦法解釋 明明兩個人就是條件一樣 可是有時候你喜歡他 就不喜歡另一個人 是不是都會這樣子 好 OK 很多時候就是這麼無奈的 對對對 那我想問因為今天是情人節嘛 有想過如果你有情人的話 你會送他怎麼樣的情人節禮物嗎 送他怎麼樣的情人節禮物嗎 呃 我會送他 我會送他 自己親手做的花 或者是自己擦的花吧 哦 因為我覺得心意很重要 對 心意很重要 你會擦一個星星出來吧 就 我會跟這個師父學一次 哈哈 好 那我們希望DANIEL 快點找到一個浪漫的情人 好 謝謝 謝謝DANIEL 謝謝 OK 這個好 我幫你了 等一下 我回去跟你領 謝謝你